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今天上午跟大家 共同分享佛法 在生活当中 跟我们每一个人 密切的关系 佛 即使我们每一个人 当下本具的真如佛性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的心 心觉悟 就叫佛 心迷就叫凡夫众生 觉悟的时候起的作用 就叫菩提 就叫智慧 迷惑的时候起的作用 就叫烦恼 就叫轮回 就叫痛苦 所以佛法学习 就是在当下 转迷 为物 在生活当中 时时时处处处 这样去练习 那就是真正在落实佛法 至于用什么方法 具体 去修持 那么读经 念佛 种种法门 都是方便 来改变我们 曾经的这些习气 这些习惯 转过来之后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可能没有改变 但是我们内心的感受 不一样 所以佛法学习 重在认识自己 改变自己 这就是佛法 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关键就是 这个觉悟 那么今天下午 我们 主要是 解答一下 同修们所提的一些问题 过后呢 做一个 三规一的 传授仪式 还有五戒 一起授 同修们有问题 可以写 纸条 传上来 那么这里已经收到一部分问题 先简单 说明一下 这是上午一位同修问的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法华经云 诸佛 唯仪 以大事 一大事 因缘 出现 于事 即为 开示 误入 佛之之间 请问 佛 开示的 主要的 核心的之间 是什么 或哪些 如何 误入 这是 妙法 莲华经 非常著名的 一大事 因缘 所谓 开示 误入 佛之之间 这就是一大事 因缘 那么我们的重点 就是如何去理解 佛 开示 误入 这四个字 后面 佛之之间 开示 误入 的 主要 内容 是佛 之之间 于是呢 我们可能就会 从字面上 去理解 佛的 之间 就像 此地问的 佛 开示的 主要有 哪些 之间 这是从 文字上 去理解的 假如 要是遇到 六祖 慧能大师 能大师 谈经里面 是这样 直接了当 回答的 他已经是佛了 何须之间 那这之间 是谁的呢 得问问 你是什么之间 这个问题 以往的 主师大德 有很多 有很多 直接了当 的回答 一个同学 来问 何谓 佛之之间 禅师就 直接了当 问他 为什么不 问 你的 之间 这有 差别吗 我们会想 有 差别 我的之间 跟佛的 之间 怎么会 一样呢 这里 得先 弄清楚了 我们 总 以为 佛有 之间 为我们 说明 而 不知道 佛 如果 真 有 之间 给众生 说明 那 这问题 大了 什么 缘故呢 那就 说明 还真有一个 之间 真有一个 之间 执着 还能叫 佛吗 那说 这佛之之间 不是明明 这样讲吗 佛 者 觉也 所以 能大师 是这么解释的 开 觉之间 视 觉之间 悟觉之间 入觉 之间 开 是 误入 觉之 之间 一个字 我们把它理解为 佛是一个人 就认为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 之间 然后 说给我们 让我们去 领悟 这变成 佛学 概念 如果佛有个 之间 传给我们 各位 那就说明 外在 有一法 可以得到 而事实上 事实上 心外 无有一法 可得 那 佛之之间 什么意思 觉悟 当下 觉悟 这就叫 佛之之间 佛之之间 不过是个 名词 概念 用来解释 方便而已 如果我们真的以为 有一个东西 叫佛之之间 有一个观点 是佛 所建立的 这显然 不明佛说 真之意 金刚经上 佛说得好 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什么意思 没有一个固定的法 是佛要说的 无有定法 名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 正觉 也可以说 就是佛之之间 名词怎么换 不重要 它是在启发我们 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 一个固定的标准 一个固定的 我们想象中的境界 叫做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如果有 那变成死的了 无有定法 名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如果我们试图 从这些佛学概念上 去领悟佛之之间 显然 这不是在学佛 而是在学佛教知识 佛之之间 不在经文当中 不离自信 当下即是 就是每个人 当下本具的佛性 一念觉悟 开释 开释误入 当下具足 分开来说 或许我们好理解 开 释 是佛陀的慈悲 开释 开显 开导 释是指示 佛陀 佛陀所做的事情 就是为我们开写 一切众生 本具自信 我们常讲开释啊 请师父 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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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法 就来自于这里 开释什么呢 开释的就是 佛之之间 开释的就是 当人自信 怎么开释法呢 开释开导 是是指示啊 这是从字面上解释的 那具体怎么做呢 就像我们今天啊 师父在这边 滔滔不绝 讲上个半天 大家都说 这叫开释 我们总以为 开释就要讲讲话 讲到大家很高兴 拍手鼓掌 这开释很精彩 那有时候 师父也可以往讲台一做 一句话不讲 那也叫开释 可是这样的开释 大家会不理解 这个师父肯定不会佛法 要不然怎么一句话都不讲 当年释迦牟尼佛 在灵山会上 那开释 无上甚深 微妙之法 这就是一句话没讲 天人来献花供佛 佛随手 拿了一朵花 你不要研究这朵花是什么花 悠坦菠萝花 你不要研究这个花的名称 花从哪里来的 很随意的 佛拿了这一朵花 就这样 举世给大家看 当时与会 有上万听众 大家左看看右看看 哎 佛陀今天不说话 拿一朵花给我们看 什么意思啊 大家不明佛心 都盯着这朵花 在猜测 唯有魔和家世尊者 破颜微笑 看到这朵花 慧心微笑 就是笑了笑 就这样而已啊 世尊开始总结了 无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 实相无相 微妙法门 富足摩合家世 什么意思啊 今天这一座传法的大会 圆满了 法传给家世尊者了 这就是家世尊者 得法姻缘 成为传佛心印的 西天第一代祖师 传给他什么呢 花也没给他 拿起来大家一起看 家世尊者 他怎么接收到呢 笑一笑就信号接到了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佛陀开示 他就误入了 佛陀何曾说过一句话 家世尊者 又何曾得到一法 但是 佛陀精彩的开示 已经圆满 家世尊者 当下 误入 佛知之间 需要说一句话吗 没必要 当事人之间 一句话都不用说 我们成语里面讲 心灵神会 佛门专业的说法 叫以心印心 心心相应 当下即时 这是佛知之界 大家从这个地方 简单的 去领悟一下 佛陀没有说什么 现场这么多人见证 家世尊者 他也没有从佛那里 得到什么 但是 家世尊者 误入 佛知之间 什么意思啊 显然 这佛知之间 并不是释迦摩尼佛 拿一本经书 或者传一个什么法 给他的 那是每个众生 当下具足的 只是家世尊者 领悟到 这叫 觉知之界 觉悟了 当下即时 同样道理 我们今天 大家来听闻佛法 听到的什么法呢 大家如果以为 这是法师说的法 我们得到了 那么我们所学的 是一些佛学概念 而没有 从自信的层面 获得 启发 这一切法 都是自信 本具 离开自信 无有意义 无有意义法 可得 也就是说 我们所讲的法 都是讲大家 本具的法 只是给大家 开始开显 是是指示 指示是什么呢 指给大家看 这两天 就是一直指 所谓指指人心 就是一直在指给大家看 指什么呢 指大家的心 很多人在问 佛在哪里呢 就指着他的心 来来来 你说佛在哪里 那个心啊 那个心 开显指示 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物入呢 物就是领悟 明白了 原来如此啊 入是什么呢 入就是认识到 原来 佛不在外面 当下即是 古大德说的好 从门入者 不是家珍 我们还以为 从外面进来的 从外面得到的 不是家珍呢 家里面的珍宝啊 不是本有的珍宝 你从外面得到 事实上 外面 没有东西可以得到 这个内和外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这有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是内 房间外面叫外 不是这样的 这个内和外 是说迷物不同 迷则心外求乏 物则当下即是 对迷则物 对外讲内 大家不要以为 真有一个内外 我们很容易 落在相对概念中 这是开示 误入 佛指之间 通俗的假 佛所讲的 就是启发众生 当人自信 佛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回归自信 一切法门 都离不开这个宗旨 不管是念佛 参禅持咒 一切佛法 不离自信 所以佛所说的 一切法 核心的内容 就是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只不过呢 众生根基各有不同 众生兴趣不一样 所以才有种种方便 来加以接引 这就像妙法莲华经藏 所讲的 洋车路车白牛之车 三车的比喻 因为众生爱好不同 直接了当跟大家说 当人本具自信 很多众生会莫之所云 不感兴趣 于是来以种种方便 来引导大家 你先来慢慢的学习 先慢慢的去修出个东西来 事实上呢 没有东西可以修出来 但是众生执着 心外求法 来慢慢接引 直到有一天 忽然认识到 原来自信 本质具足 这就是佛说法的根本重置 如何误入呢 我们随缘修学 什么叫随缘修学呢 就是刚才说 大家根基兴趣不同 有些人说我学这个法门好啊 有些众生说我学那个法门好啊 没关系 随缘去修 你遇到什么缘觉得相应 你就好好修 修什么呢 把多余的东西修掉 不是要修出个东西出来 这要说清楚啊 什么叫多余的东西呢 多余的东西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了 就是烦恼 就是计较 就是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修掉 这样说好懂一点 就是神秀大师说 时时勤服事 勿时惹尘埃 好懂一些 实际上呢 这是不得已的说法 事实真相是怎样呢 事实真相 如果能当下了之 本来无一步 何处惹尘埃 什么意思 因为自信 他本来谈不上染污和清净 也说不上迷还是误 我们这些相对的概念 实际上 与自信 无关 我们以为是去掉污染 恢复清净 破除烦恼 开启智慧 这是我们常常理解的概念 事实上呢 事实上 自信 无关 所以才说本来无一物 哪里还需要去除什么尘埃呀 何处惹尘埃呀 没有尘埃可以去 既然没有尘埃可以去 清净又何必呢 只是 这个彻底的真相 一般人不容易当下明了 所以对多数人来讲 如何去误入呢 咱慢慢的通过修行 勤修戒定慧 熄灭 贪嗔痴 慢慢慢慢的 明了 原来 我们最终所追求的佛道 是自信本具的 一开始认识不到 没关系 先慢慢的这样修着 总会 有些功用 对念夫人来讲 我们念这一句佛号 这句佛号 可以说 就是佛之之间 佛为我们说 那就叫开示 我们依教奉行 那就叫误入 至于说 误入的程度 达到什么样一个水平 则是我们自己下的功夫不透 这对我们来讲 方便理解 也方便去落实 大家做个参考 通常对于 开示 误入 佛之之间 这一大事 因缘 还可以从 了生死 出轮回 原成佛道 这些 概念性的解释上 去说明 但是 但是都离不开 自信 如来 世尊 出现在世间 为一大事 因缘 这一大事 因缘 就是 开示 误入 佛之之间 欲灵众生 当下 明了 明了自信 明是本心 见智 本性 这就叫 成佛 这是 佛陀出世的 一大事 因缘 这是 总结 说明一下 但因众生 根基不同 所以做种种 方便 接引 种种法门 都是接引众生 回归自信 对念佛人来讲 我们念佛 回归净土 依然 是最终 回归自信 不离 这个根本重识 第二 如何理解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万法 既然 接空了 那英国 是不是 万法呢 英国 也是 万法 英国 即是万法 万法 都离不开 英国 所以 讲万法 接空 实际上 是讲的 本体 当体 接空 讲英国呢 是讲万法 的现象 一切万法 的现象 是如何 呈现的呢 是 因缘 果报 而呈现的 举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 今天的聚会 这也是 一起 因缘 我们今天 穿的这件衣服 这个衣服 是果报啊 因是什么呢 因 或许是我 花钱买的 或许是 别人 送给我的 从哪里买的呢 服装店里面 服装店 从哪里 得来的呢 服装厂 服装厂 是怎么做的呢 有这些 种种的材质 通过各种 程序加工 最后 成为 这一件衣服 前面那个 因 要细说 那就太 复杂了 如果是棉制品 先有棉花 棉花 从哪里来呢 你得先种棉 从这里说起吧 那算一个因 然后它遇到 种种源 开始生长 开始有棉花 开始变成 施线 形成布料 最后 加工成为 一件衣服 到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 已经是个结果了 前面的因 到这个果 中间这一系列过程 都叫 圆 这是一个例子 因 圆 果 爆 爆是什么呢 我受用这件衣服 我觉得很舒服 这就是爆 这一系列的过程 这叫现象 这个现象有没有啊 这个现象 看起来是有的 这个现象有 就是因缘果爆 呈现出来 但是 这个衣服的本质 它是空的 从那个棉花的种子 开始说起 它本来就是空的 空是什么意思啊 这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的意思是说 它也是各种元素 集合在一起 暂时出现的假象 先说说这件衣服吧 眼前的比较好懂 这件衣服拿去分析 它是有丝线 密集的交织在一起 而形成的 把这些丝线再去分析 全部把它弄碎了 不没了 实现也没了 变成什么呢 变成那些微尘的元素 就是像微尘一样 你可以把它弄碎 微尘再去研磨 把它粉碎 粉碎到最后 那些微尘也没了 是不是 当体即空 你就是不破坏它 它也是这个性质 不是说将来 衣服毁灭了 是空的 是当下 这个衣服的材质 它是不坚固的 所以说 当体即是空 这个空的意思 就是说 它不可执着 它不可持久 它也是各种元素 拼凑在一起 而暂时形成的 那么这些各种元素 任何一个元素 本身 它是不是有一个 不变的自己呢 也没有 那个最基本的元素 怎么形成的呢 那个最基本的元素 物质元素 现在科学家弄明白了 那个物质最基本的元素 是波动的现象所产生的 这就是佛经上讲的 一念不觉 而有无明 无明妄动 出现了这些现象 所以 这一切现象 怎么来的呢 就是从心所现的 直接这么说 很多人不理解 所以层层这么分析 就知道 当体即空 了不可得 所以讲万法即空 是讲万法体系 当体即空 讲因果不空呢 只是讲一切万法的现象 彼此 都有密切的关联 因缘果报这个程序 是不会破坏的 所以这两者不矛盾 它不是两件事 一个是从体上 为我们说明 一切物质现象 它的无常性 一个是从现象上去说明 任何一法的出现 它都有内在的规律 这样理解 就比较全面了 用在我们生活当中 举一个例子 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 它是因 这件事产生的结果 是果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果 是不断的循环 只要我们 还在这个范围里面 因果循环 就一直这样下去 但是 刚才说过了 这任何一件事 任何一种现象 它的本质 都是众缘合合 没有自听 所以不要去执着它 这叫当体疾控 了不可得 说的明白一点 大家辛苦的去工作 赚钱 工作是因 赚钱是果 这样好理解吧 但是这个钱了不可得 说怎么会不可得 我装钱包守得紧紧的 怎么会不可得呢 不可得 就是不可得 你看着看着 钱就没了 用着用着 钱就花光了 如果不用呢 你不用就死了 给别人用 反正谁也带不走 钱到底是谁的呢 谁的都不是 这是真的 可是大家都以为 钱是我的 我们不过是看看而已 从古到今 就没有哪个人 能把钱带着走 大家都是过客 这是举一个例子 万法皆空 那么好了 先从这里开始 钱是空 但是 去工作赚钱 这个付出的因 跟我们拿到钱 这个果报 这个程序 它不空 明了这个真相 你就可以自在的去用 不要贪着 这一切现象 我们可以享用 不要执着 执着就会苦 我们 实实地认为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到有一天 这些东西消失 我们就会苦 但有人又理解为 那什么都没有 我就什么都不做了 你什么都没做 那就没有积极的付出 就没有相应的果报 这又入了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在理解方面 不要走极端 了解 一切万法体性 档体极空 了不可得 对于一切万法存在的现象 以因果规律 去观察 去对待 这样就好 第三 何为达摩西来意 达摩祖师西来意 跟前面说的 开示误入佛之之界 是一个意思 怎么说一个意思呢 如果达摩祖师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那就跟佛不一样了 不是 先不说达摩祖师西来意 问这个问题的同修 自己什么意 先弄弄清楚 自己什么意 那我就是想弄清楚 这个问题 这不算个问题 但是一定把它当做问题 来问 那就要找点问题出来 达摩祖师 从印度到中国来 我们以为 他是有意思而来的 实际上没有意思 没有意思干嘛来呢 没意思 所以才来 他来也不是带着意思来的 同样 传法给二祖 慧可禅师 传了什么给他 这个传法的公案 大家都知道 神光法师 在学地里面 诚心地等待 求达摩祖师 为他开示佛法 很诚心 那雪下得到膝盖这么厚啊 在学地里面等啊 这三天三亿 这三天三亿 达摩祖师 看他这么诚心 就出来问他 你要求什么啊 我要求无上佛法 祖师就说了 无上佛法 一切祝福 无量节的勤苦修行 所悟到的法 岂是你这样随随便便就能求到的 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 那慧可禅师也很诚心了 可是祖师还是这样 好像有点为难的意思 我已经够诚心了 还要我怎么诚心 但是慧可禅师 没有解释 马上把身上的这个配刀取下来 把自己的胳膊 砍下来供养 达摩祖师看到 有这样的诚意 可以啊 所以这个法号慧可 就是这么来的 有这样的诚意 可以入道 然后说 说说吧 你到底想要问什么事情 慧可禅师 就问 说我心不安 求祖师为我安心 达摩祖师就伸出手来 现在很多达摩祖师的画像 就是达摩祖师眼睛睁很大 盯着人看 手伸出来 叫掏心图 掏心图就是拿心来 于辱安 你既然说心不安 好 把心拿来 我帮你安 如果今天师父问大家这样要 大家会害怕的 有人会报警呢 这师父要掏人的心呢 这叫一文解义了 我们总以为嘛 这个心就是心脏 佛法里面说的心 是讲的真心和妄心 这两个概念 妄心就是我们现在在起作用的 胡思乱想的心 而真心呢 真心 那就妙不可言了 并非离开妄心 还有个真心 妄心本来就是真心 但是妙就妙在这里 我们领悟不到 所以慧可禅师 马上回光返照 这一回光返照 忽然发现 我一直感觉到很不安的那个心 那心跑哪里去了 秘心了不可得 秘就是寻寻秘密 仔细去观察 我总感觉不安 现在盯紧了去看 所谓的不安 原来是个抽象概念 它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原来没有不安这回事 脱口而出 秘心了不可得 主持就说了 一如我安心尽 我爸心给你安好了 没有不安吗 没有不安 还要安什么心呢 安好了 简单吧 这就是达摩祖师 传法 给慧可禅师的经过 给了他什么呢 达摩祖师在离开之前 除了把衣钵留下来 作为凭证之外 并没有传 任何业法 给慧可离开 给慧可禅师 你说他有什么意思 我们总以为传法嘛 是师父传一个秘密的法 给徒弟 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如果这么认为 如果这么认为 这把佛法理解为外道了 外道什么意思 心外求法 生命外道 佛并没有法 佛并没有法传给 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没来之前 东土众生 有没有佛性 禅师 禅师就说 有啊 既然有 他干嘛要来呢 我们都有啊 我们本质具足 他为什么要来呢 正是因为有 所以主师才来 虽然东土众生 都有佛性 可是迷于佛性 没有认识到 本具佛性 主师来 不过为我们 点名这个事情而已 并不是达摩祖师 从印度 把佛性带来给我们 我们本质具足 但是从来 没有回头 反观之情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主师昔来 为我们 指明 当人 本具自性 这也不得已 说出来 你要问 什么叫 达摩祖师 希莱裔啊 那这就是啊 其实 他没有意思 要传给我们 众生觉悟了 那是自己 本分的事情 因此 经上说 佛灭度 无量 无边众生 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 什么意思 不执着 众生灭度 灭度就是烦恼灭尽 成佛了 自性开显了 佛没有一个观念 我度了好多众生 众生成佛 是我帮他成佛的 没这观念 成佛怎么成的 自己成的 要不要成 自己看着办 跟别人 一点关系没有 所以这个事情 那真叫公平 佛为众生 说明这个真相 这机会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隐藏 事实上 佛说了 没有隐藏 佛没有说 又何成隐藏过呢 我们的自性 从来没有隐藏过 只是我们自己 缺乏 观照而已 只是这样而已 除此之外 并没有其他差别 这是主师西来语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什么意思也没有 西来语 西来语 这是历代 学人啊 一直在参救的 主要问题 西来语 西来语 到底西来什么语 不如教我们当下 转变心态 面对生活 问问自己什么意 今天什么意 现在什么意 这一生什么意 我们要用什么心 过接下来的生活 这是我们当下 最重要的事情 好 接下来 这位同学问 请问拜佛使 满身大汗 用什么方法来对质 这不用对质啊 拜佛拜的多了 出汗多好啊 排毒 消业障 这是运动吗 运动自然会出汗吗 有人说了 我看到有人怎么运动 都不出汗啊 那也是功夫 出汗不出汗 顺其自然 这个不需要去计较 有人很担心 哎呀 如果出汗很多 是不是身体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就专心的拜佛 出汗呢 就让他出 不出汗呢 就省得换衣服 一切都是自然 拜佛最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用意 一个是 折服傲慢心 礼敬诸佛 是用来对质 功高我慢的烦恼习气 这个是重点 先要认识清楚 就是为什么礼佛 拜佛 包括我们礼拜 法师 这个重点 都是用来折服傲慢 常修礼敬 用来折服傲慢 这是第一个 大功德 傲慢心折服了 那这礼拜有大功德 第二个呢 拜佛 能慢慢的 开弦自信 礼拜本身是一种修行方法 你看 礼拜的时候 有交这样关系啊 能 能 礼所礼 信 空寂 感应 道交 不失意 我 此道场 如地珠 祝福 菩萨 引献 宗 什么意思 在礼拜的时候 就这样 专注的 关系啊 我是能拜的 佛是我 所拜的 对象 能拜 所拜 体性 相同 我们能拜 佛的这个心 跟所拜的佛 佛心 它是不二的 我们的长相 可能不同 但是 佛性 不二 从这个地方 去提升 我们礼佛的境界 我们所拜的佛 跟能拜的心 它是平等的 它是不二的 心佛 打成一片 感应道交 不可失意啊 什么是感应啊 这就是最殊胜感应了 拜佛的时候 心与佛相应 不是你拜着拜着 佛放光了 这感应啊 这里说的感应 就是心与佛相应 能理所理 我二 我此道场 什么是道场 我现在在拜佛 这个地方就是道场 我在行道 这个场所就叫道场 这个我这个道场 我现在拜佛的这个地方 就像一颗宝珠 地珠啊 是尸体环阴 玉皇大帝 它的宫殿 有一颗网 有一片螺网啊 这个网 就像我们树上挂的 那个圣诞树上面的彩灯一样 也像鱼网一样 那个每一个网口 有一颗五甲宝珠 这任何一粒宝珠当中 都显现 其他宝珠当中 所出现的境界 所以一颗宝珠 献一切宝珠的境界 我此道场如地珠 就像那一粒珠子一样 我眼前拜的只是一尊佛 但事实上 这一佛即是一切佛 就像这一颗珠子 它是一颗珠子 但是一切宝珠之光 都在这颗珠子中 映现无余 我拜的是一尊佛 一切祝福 都在我拜的这尊佛当中 映现无余 一佛即是一切佛 没有差别 这一拜即是礼拜 一切祝福 这样去礼拜呢 这就将我们平常 单纯的把拜佛 当做一种运动 变成一种大修行 他能忏悔业障 忏悔什么业障呢 忏悔功高我慢的业障 忏悔自以为是的业障 忏悔 我们跟一切祝福 隔阂的业障 我们总认为 佛是佛 我是我 我们彼此互不相干 实际上 我们把佛排斥在外 所以慢慢的 我们这个礼拜呀 那个受用就不一样 这样拜着拜着 至于出了多少汗 可能都忘记掉了 所以不要去计较 有没有出汗 用什么方法对峙呢 我教你个方法 准备一条毛巾 出汗就插一插 这样对峙是极了的 什么叫地轮念 用三三四可以吗 这个地轮念法不太清楚 但是你说这个三三四 可能就是 印光大师教的十念法当中 十句阿弥陀佛 三句三句四句 可以念 不管是什么样的念佛方法 你可以尝试 觉得很受用 就可以这样念下去 这些方法 因人而已 都是方便 所谓方便 就是便利于我们学法 都可以尝试 什么叫十念法 这三三四 和一起十 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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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句 心里面默念 一二三 然后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四五六 再然后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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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九十 十念法 分三次念 三口气 这个是印光大师教的 也可以五句五句 一次念五句阿弥陀佛 有人气息比较长 那就一口气念十句 也没关系 这说的是一种 念佛方法 大家可以各自尝试 怎样念 才能一心念 专注的念就好了 一心不乱 很多人认为很难 其实不难 你先不要想的那么高深 先是一心念 慢慢的 外 不为一切是非人我所乱 内呢 不为种种想法所乱 这就叫一心念 慢慢就不乱了 念的时候呢 就用刚才这个方法 三句三句四句 默念也好 出声也罢 没关系 你要看场所 你一个人念 怎么念都好 在大众之中 则观察情况 念太大声 别人会烦恼 那就音量调低 念声音小了 自己又怕昏沉 音量调高 坚固自他 适当的去调整 就好 念的时候 耳根 专注听 专注听 自己念的每句佛号 不要听别人说什么 听这句佛号 专注听 养成习惯 专注念 专注听 久而久之 外边有什么是非人我 不乱了 内里面 有什么想法 慢慢的 也会不起作用 久而久之 自然一心而不乱 就是一心念佛 不为种种 静缘所乱 不为种种烦恼所乱 这样就好了 这就变成一种习惯 这就是念佛人 所说的功夫 其实啊 功夫就是一种习惯 大家先不要想 那么高深莫测 它就是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 养成了 它就很厉害 别人会说 哇你好厉害啊 其实 对当事人来讲 它很平常 只是这样而已 后面问 如何衡量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无把握 只有自己知道 别人 很难去衡量 这个事情呢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所以 不要着急去衡量别人 我们现在比较感兴趣 看看这些人 有没有往生把握 先醒醒吧 自己有没有吃饱饭 更重要 别人是不是有把握 往生 你拿计算机也算不出来 有人说了 有人很厉害 他知道谁能往生 谁不能往生 他知道了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应该知道自己能不能往生 才更重要 那用在自己身上 如何衡量 自己有没有把握呢 不要问人 从这样三个方面 去对照 第一个 自己信心是否坚定 这个信心 表现在哪里啊 对阿弥陀佛 有没有信心 这是第一个 对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啊 相不相信有阿弥陀佛 相不相信有极乐世界 相不相信 阿弥陀佛会来接自己 相不相信 你说我怎么知道呢 管了 你怎么知道就是不相信 知不知道没关系 我深信不疑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佛有愿 我信得过佛的愿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我 我们跟一般人交往 所谓交朋友 我对这个朋友很信任 他说了几点钟来接我的 我就在这边等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信任 别人说了 人家跟你说着玩也不一定哦 可能出了什么情况也不一定哦 当然也有这个可能 但是我不管 我信得过当 前提是 这个朋友值得信任 可信 果然 几点钟 朋友准时出现 他或许是克服了万难 他或许也没什么困难 但总而言之 他如约出现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对这个朋友的信任 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出现 这是一般朋友交往啊 现在 我们是跟阿弥陀佛交往啊 阿弥陀佛没有说话 不算数的记录啊 他不是一个凡夫啊 不是普通人啊 他没有说话 不算数这个记录存在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不相信 深信阿弥陀佛 一定会来接 佛有愿 做承诺 深信我们 本有佛性 决定能往生 当生成佛 这个信心 还在第一 深信 不移 这比什么都重要 先不要着急说 我这样的业障深重的人 我这样念佛不够精进的人 我长得这么丑的人 我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死的人 先不要讲这些 这叫自寻障碍啊 先把这些全部放在一边 深信不移 佛一定来接 我是一定 能往生 成佛愿力 决定往生 这是前提 这叫信 信有把握 则身心安稳 接下来是愿 愿是什么呢 心甘情愿 愿不愿意 跟阿弥陀佛 回极乐世界啊 愿不愿意啊 愿意 愿意 考虑了好久 唯恐被骗 愿意 愿不愿意啊 非常愿意 十分愿意 这个愿意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好比 我们主团出去旅游 愿不愿意啊 愿意 愿意的表现是什么呢 报名登记 订机票 你先不要说 我回家收拾行李 行李不要 你先把机票订好 时间确定 你准时在飞机口出现 这叫真的愿意 念佛人愿往生 那个愿是这样的 有朋友说 我要出国旅行了 两年前就个人讲 我要去美国了 遇到人就说 我要去美国了 我要去美国了 然后回到家呢 就跟家人说 我要去美国了 家人就看到他 大包小包天天收拾 一年过去了 别人说 你怎么没去 没收拾好 两年过去了 还没收拾好 三年过去了 别人问他 你有没有护照 我还没办 但是他给人的感觉 是大包小包 天天收拾 我要去美国了 最重要的事情 没办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去 你得先办手续 而且你得订机票 你得准时在飞机起飞前 登上飞机 至于你有没有带包裹 什么牙刷 牙膏 沐浴乳 衣服之类的 这些你不要也罢 明白吗 我们现在先弄清楚了 现在聂夫人 有时候分不清楚状况 大包小包再收拾来 给人的感觉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看我包袱准备多少 又是修饰个功德 又是颤纳个业障 这些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念心 有没有下决定 极乐世界此生非去不可 什么时候去呢 什么时候去 我已经跟阿弥陀佛预约好了 阿弥陀佛说了算 阿弥陀佛假如说明天带我去 我不会推到后天 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这叫随时出发 有没有这样准备 阿弥陀佛明天了 明年了 来通知 不行啊 我后年还有很多计划 所以这个月不是我们拿着发愿文念念那么回事 这个月是内心的决定 就好比我们问大家 问某一个人你愿意吗 别人没有讲话 就认真的点点头 接下来他没有说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直接就跟着我们走了 我们会说这个人真的愿意 另外还有一个人说师傅我愿意 我愿意 不过你等一下 我说一下是多久 等一下而已 他一扭头一天没来 打电话说等一下 明天还有点事情 两天也没来 再打呢 师傅你等一个月 一下而已 一年过去了 还是一下 我真的很想跟你去 但是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 等我处理好 我跟你去了 他嘴巴也说得很好 我愿意 我愿意 从来没有说过我不愿意 但是他内心更愿意的 是把这些拉里拉扎的事情 一个一个 理也理不清楚的 去照顾好 就像刚才说的 大包小包天天收拾 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马上要走了 别人一问你怎么走 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反正我先准备包袱 对念佛人来讲 最应该准备的 就是这一念决定的心 佛随时来接 这边随时待命 那有人说了 不是有人能够预知实质 自己去定往生的时间吗 这在后面 这在后面念佛的行持上 去决定 这里才说到第二个条件 往生的愿 我们得先有这样的 决定的意志 接下来是行 行是什么呢 念佛 念佛就是我们表达 对阿弥陀佛信任 对极乐世界 恳切的这一种心愿 自然而然 所做出来的行为 养成念佛的习惯 在念佛习惯 培养的过程中 逐渐与佛相应 心与佛相应 愿往生的念佛人 今后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 对这个世界 不贪恋 也不讨厌 对每一个人 不过于排斥 也不十分喜欢 用什么心面对呢 学着用慈悲心面对 对所有的事情 不会在里面十分计较 也不会执着不舍 那说自己该做什么事呢 做好自己本分的每一件事 同时 跟一切众生广结善缘 为什么呢 心里已经做好准备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反正我去了极乐世界 会回来给大家带糖果吃的 我先跟大家结下好缘分 将来再跟大家 好好地分享极乐世界的 这一种法喜 成愿带来 所以真正念佛人 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他对这个世间 没有极端的态度 大家可以看 那海贤老和尚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 除了念佛做什么呢 他是边念佛边干活 他的主修法门就是劳动 从二十多岁开始 师父教他 一生就念一句佛号 他就一句佛号 念佛干活 干活念佛 同时的 所以一干就干到一百多岁 他本来也可以很早就往生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别那么急啊 再等一的 那么就不急了 佛都说不要急 干嘛还要急呢 听佛的安排 一切都交给阿弥陀佛 他的行使 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在生活中养成念佛的习惯 那么对这个世间什么态度啊 念佛的态度啊 现在我们还说 对这个人什么看法 对那个人什么看法 你念佛养成习惯了 就是念佛的看法 还有什么看法 都是阿弥陀佛 慢慢的对这个世界就得自在 这个时候心里清楚了 往生 已经是分内的事情了 所谓分内啊 就像诸位等一下回家 有没有把握 等一下回路桥的家也好 回这个温岭的家也好 还有宁波的同修 回宁波的家也好 有没有把握 有没有把握回到家里面啊 有吧 为什么有啊 因为那是家 现在 我们先弄清楚 对念佛人来讲 极乐世界是家园 回家 还有没把握的说法吗 那是你没把这里看作家 极乐世界是念佛人真正的家 怎么去找路呢 用心去导航 现在出门不认识路 没关系啊 有GPS卫星定位导航 我们的导航系统 就是这个信愿型的心 卫星 阿弥陀佛那边的 信号是满足的 不会断信号 除非我们关机 只要我们开机 信号正常 阿弥陀佛随时在接眼 不用担心 会走错路 这是念佛往生 对自己来说 有没有把握的事情 果然这样念佛 当下心安 身心自在 对这个世间 没有牵挂 没有留恋 也没有排斥 在没有往生之前 我们所做的一切 上报佛恩 下节善缘 愿更多众生 听闻到弥陀名号 愿更多有缘人 同归净土家园 这就是念佛人 这一生的生活态度 把握不把握 已经是多余了 回家还要说有把握 这有点见外了 是不是呢 这是念佛往生的问题 好 接下来这位同修问 与去世的人一起合影的照片 应如何处理 这个得说清楚 与去世的人合影 你是跟着棺材一起合影吗 如果是跟着棺材一起合影 这个比较少有 就是躺在棺材里来跟他合影 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之前比较要好吃朋友 跟他一起合影 结果没过几天 他死掉了 这算他去世了 但是我跟他合了影啊 那照片上的他算是死掉了 可能是这一种情况 比较忌讳 那照片上的他都没了 我还在 那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呢 你让他消失不就行了 你如果忌讳 把它剪掉 剪掉看看不顺眼 照片一起处理掉就行啊 照片不过是一个假象 其实不用在意 因为我们也慢慢成为 别人照片中过世的人 那要处理 可处理不完了 大家都会过世 这些照片 留给以后的人 都是麻烦 不要拍照最好 接下来 这位同学问 我以前以皈依三宝 后婆婆入耶稣 请问我的一张皈依证 如何处理 这个不矛盾 自己皈依 跟家人有其他信仰 这不冲突 可能啊 这个婆婆之前 是不是说 也皈依过三宝 后来又入耶稣 是不是这个情况 婆婆有皈依证 怎么处理 皈依证 大家可以随意处理 只要不糟蹋就行 你可以保存收藏 也可以把它回收 都没关系的 不要为难 怎么回收呢 你只要不糟蹋 把它包起来 做废品回收 也可以 怕不公斤呢 把它包起来 装一些小石头 丢到水底 将里面 河里面 池塘里面 丢到水底 因为没人糟蹋 或者埋在地下 都没关系 这是以前人 常用的做法 其实呢 就是眼不见为净 也是这个意思 以后别人糟蹋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没糟蹋 就可以了 你怎么知道 丢到 丢到海底 没有被人糟蹋呢 你怎么知道 埋在地下 过几天 人家盖房子 被你挖掉 这也不说了 这说的都是一种方便 以恭敬心 去处理 就可以了 好 这位同学问 往生后 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森 在何处飞 在何处飞呢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 现在在哪里了 为什么说呢 因为中阴森呢 他是飘忽不定 他是随着他的心念 念头一动 到哪里就到哪里 当然他有一个界限 也不是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了 他受业力限制 在业力允许的范围内 他念头一动 就来了 譬如做法事的时候 写个牌位 某某人 你这边邀请函 一发出去 他短信收到 马上就来了 他不是像我们走路 坐车都没有 念头一动 就到 在打佛妻时 法师做手势 有什么功夫 法师在 打佛妻的时候 做什么手势 不过就是合掌 结印 这有什么功夫呢 习惯而已 不要想的太玄妙 请问 在节日时 客人多 有鱼 有肉 有虾 对于念佛人 怎么办呢 阿弥陀佛多念念 给他们回响 给这些鱼 肉 虾 众生 回响 给那个吃的人 也回响 自己捡大便宜 他们造业 他们结恶员 自己在那边 修功德 阿弥陀佛 感谢有这个机会 你不要起称恨心 不要说这些人 要造恶业 要堕落 怎样的 你不要这么想 想就是阿弥陀佛 怜悯这些众生 为这些众生 念佛回响 为那些吃的人 忏悔 祝福 自己在里面 不要起烦恼 这样做呢 你就不会遇到 这样的事情 感觉为难了 能不能让他们 不要吃呢 可以啊 能做到就不要吃 但是他们一定要吃 你也不用烦恼 个人因果 个人去承担 何必自寻烦恼呢 自己 为两方面的众生 都祝福 这是他们 各自的选择 请问法师 宗教佛教世界法 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有点大 也有点抽象 首先呢 宗教 宗教范围可广了 佛教 目前 大家都把它归到 宗教一类 佛教是 各种宗教当中的一个 那这世界法 不知道是什么法 一切万法 这法可多了 这是从概念上去理解 上午我们说过 佛法 它不是概念 也不是知识 不是基本经书 不是一种信仰而已 佛法是什么呢 佛法 佛法 是一切法 佛是什么呢 佛就是觉悟的心 这跟信不信佛都没关系 他不信 他也有信 这里说的佛法 是真实的佛法 而不是用宗教概念 去理解的佛教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如果你把佛教理解为一种宗教 它仅仅是一种信仰 我们从中得到的利益很有限 那是被居限的佛教 真正的佛法 哪一法不是 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念觉悟 当下即是 当然这个话呢 一般社会大众是听不懂的 他认为你们佛教 佛教变成我们的了 我们没有申请版权 怎么办 变成我们的呢 佛教没有我们你们 佛教是大家的 你说我不信佛的 你不要跟我套近乎 佛教 它不是一个信仰而已 它是讲的每一个众生的心性 你有没有心啊 你有心 心即是佛 先把这一点弄清楚 心觉悟了 即是佛 当下即是 这个理解才是彻底的 要不然现在这些概念当中 我们说清楚了 也不过就是一些明实术语 一些概念而已 对我们自身 对我们自身又有什么帮助呢 顶多是了解了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要联系到自身 当下受用 这里 同修问 居士同助练团一起助练 王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王者没有信愿 到达西方 是否 居士有因果 如有因果 请开始 这个事情 大概是说 居士跟着 助练团 是出家师傅带着助练团呢 还是 随着 助练的同修 一起练 练了之后 如果这个 被助练的人 就是王者 他没有信愿 没有信愿 是不可能往生西方的 这一点要说清楚 往生一定要有信愿 就是 这个 这个 灵命中的人 他有信心 他愿意去 如果他没有信愿 随便什么人 不能帮他往生 佛都不可能带他往生 你不要说的那么厉害 某某人很厉害的 能把他送到极乐世界 他不愿意 佛不会来接的 你弄明白了 往生是成佛愿力而去的 你还以为 还有人比阿弥陀佛更厉害吗 佛不来接 你还能把他送去 那极乐世界变成你的了 那说明你 你送的是你的极乐世界 不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如果没有信愿 他是不能往生 那为他助练呢 为他助练 就是要启发他的信心 勉励他发愿 跟着念佛到极乐世界去 在助练过程中 他的信愿升起 他只要这样 接受 极乐世界 我愿意去 好了 这就叫信愿居住了 然后跟着念佛 佛来接 那就往生 助练是起这个作用 那如果是这样帮他提起信愿 念佛往生 有因果 这也是成佛的因果 好事情 有功德 有功德 大家分享 那时候他如果他没往生呢 没往生也是他个人的因果 有责任他自己承担 所以跟大家没有关系 是个好事情 我们去助练 不过是提供一个缘 这一点要说清楚 助练的人是提供一个缘 但是 如果 我们认为 这个助练的人很厉害 他不能往生的 能把他送往生 他不愿意去 也能把他送去 如果这么样认为 这在理解上走了极端 甚至或者说 这不太明理 有些感情用事了 什么感情用事了 我认为极乐世界好 我就把你送去 你不愿意去 我压也把你压去 反正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阿弥陀佛不来接 我求他 他再不来 我死在这里给他喊 这哪里叫求啊 这叫威胁啊 这是凡夫感情用事 佛尊重众生的选择 当这个众生 不愿意去的时候 佛都不勉强他 这一点要说清楚 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比阿弥陀佛还慈悲啊 我们这是感情用事 佛都不勉强众生 为什么不勉强呢 勉强不来 我们又有什么能力 去勉强一个不愿意的心呢 所以只劝勉提供姻缘 至于他愿不愿意去 自愿选择 虽然我们认为极乐世界好 有些众生认为上天很不错 还有人说了 极乐世界好 我也不反对了 但是我跟某某人约好了 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夫妻呢 我还要投胎做人 那你要尊重他的选择 他会觉得 要不然我就施约了 我很没面子啊 我在六道里面 我说话不算数了 众生有各自的执着 不要勉强 可以劝勉 但是众生的决定 自己做主 祝念这一桩事情 就是提供一个姻缘 所谓真上缘 往生呢 就是刚才说的 大家都能分享到功德 如果没有往生呢 没有往生 我们也尽力了 他有自己的因果 我们尊重他的选择 至少祝念 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殊胜的缘 他多少听听佛号 都是有大利益的 有些居士说 在自己家里不能念佛 是否有这种说法 他既然说了 那就是他的说法 念佛没有障碍 一切时一切处都可以念 只是像这里所说的 有些众生 他怀疑 他排斥 他不让你在家里念 那就是特殊情况 并非真的不能念 有的居士又说 在家上午念佛 下午才可以念佛 是不是说上午不能念 下午才可以念 有没有这种说法 这都是他个人的说法 明白就好 念佛呢 没有障碍 天堂地狱都可以念 没有哪里不能念 这位同修问 请问师父 我一位女性朋友 不信不慎 怀孕了 她已经有一个 四岁的女儿了 就决定要拿掉这个孩子 她同老公是合法的夫妻 生下这个孩子 无非就是罚点款 但她铁了心 要剁掉这个胎儿 我学佛多年 知道堕胎就是杀人罪 而且堕胎后 所带来的业果 也已说给她听 但她仍不肯留下孩子 明天就要去医院做手术了 请问师父 我该怎么劝她 我该怎么劝她 才能让她留下这个孩子 如果她执意要拿掉孩子 又该如何超度孩子 我是她的朋友 她明天要我陪她去做手术 我能拒绝吗 首先我们发一念慈悲心 为这个生命祈福 愿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来到人间 跑这么老远的路 就快到目的地了 被人拦回去 她会很难过 她会很怨恨 她的妈妈或许不知道 这个孩子可能是来报恩的 她可能想到的只是 孩子生下来给她带来的麻烦 她没有想过 可能这个孩子生下来 会给她带来幸福 甚至与她的命运 可能从此不一样 或许会受一点点 生活上的困扰 但这个孩子也有可能 将来成为世界名人 国家元首 各行各业的精英 谁能肯定的 你可以这样说她 我请人算过了 你这孩子要生下来 将来是高人 你就忍一忍吧 你就当受点委屈 不要想孩子给自己带来的麻烦 往正面去想一下 尽量不要走到下一步 还是拿掉了再如何操作 周围 你对着一个人 我们不要说很严重 来来来干嘛呢 过来 过来之后 一耳光打下去 然后对不起对不起 你原谅我好不好 除非是很有哑量的人 觉得你神经病啊 干嘛要这样 要不然 仅仅是这一耳光的待遇 他会一辈子记住你 你这不是故意在找我尴尬吗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为难 给人难堪 还不是什么 不是拿刀把他杀掉啊 杀了说 对不起 我弄错了 我不是有意的 你原谅我好吗 将心比心 我们能原谅吗 所谓的超度 就是这样去理解的 我们对人造成了伤害 严重的伤害 然后再回过来 找些理由 请他原谅 大家想一想 有那么轻松吗 哪怕十分诚心 但是对一方造成的伤害 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但是做总比不做好 只能这样说 就是尽可能去挽回 尽可能去忏悔 尽可能去弥补 但是你回过来一想 早知道这样 我就把这孩子养下来了 那不是更省事吗 相比后面带来的麻烦和困扰 前面的做法更轻松一些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最好 不跟众生结恶缘 尤其是像这样的事情 你等一下听完之后 马上去找他 就跟他这么说 我已经帮你问过高人了 你这孩子将来有大出息 我就拜托你替我生下来 替我养着 好不好 如果要罚钱 我出一份 行不行 你这样跟他说 你这是救人一命 这个朋友将来 他自己哪怕不知道 孩子会感谢你 所以希望尽力去挽回这个损失 接下来这位同修问 人来世间为何故啊 请问为何而来啊 大家都是为什么到路桥来啊 为何 问我 我怎么知道啊 我这次到路桥来 就是跟大家讲讲佛吧 至于大家为什么来 难道自己不清楚了吗 忘记了 和我孟婆汤忘记了 人为何到世间来 迷惑的人来仇意 守夜里千吟 随缘受报 觉悟的人成愿再来 什么意思 一念觉悟就是我们上午说的 我来到这个世界 原来是为利益众生的 是为创造价值的 是为让这个世界 因为我的出现 而变得更加精彩的 我到这个世界来注定 不会白来一趟 想起来没有啊 各位 想起来没有啊 没想起来吧 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孟婆汤一喝忘掉了 赶紧想起来 这是我们学佛人 所谓成愿再来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为索取 不是为享受 不是为消费自我 而是积极的 去创造价值 为了这个单纯的目标 我们一头扎进来了 醒来一看就是路桥 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想起来还不迟 这叫觉悟 如果没有这样醒过来 那还是随缘照应 那就说不清楚了 接下来这位同学问 我有两个问题 一做错了事后 我内心很忏悔 但又不好说出来 该怎么做呢 首先做错事 很平常啊 很少有人没有做过错事 心知肚明就好 做错了事 自己知道错了 又能忏悔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就不要再犯 类似的错了 那么对于之前的这个错呢 你也不要念念不忘 慢慢把它淡化 不要去老想 这个做错的事情 不要给自己心理带来压力 以平常心看待 以后尽可能的 避免泪事过失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就好 第二呢 我有努力学习 可为何成绩还是不容乐观呢 这可能是为在学习的统修 我有努力过 但是成绩为什么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这个可以理解 我们努力是自己的本分 而这个结果呢 它有各种因素 举一个例子 我们种了一棵树 我们很想这棵树是摇钱树 但是种出来呢 不是钱 接出来可能是苹果 苹果也可以换钱 你把苹果摘下来拿去卖 不也变成钱了吗 你直接摇一摇 想让它变成钱 那不现实的 我们虽然努力过 但是 我们想要的成绩和结果 离我们的想象 可能差距很大 那没关系 我们再尽量去努力 有句话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希望可以做个勉励 尽自己最大努力 不要有过多期待 结果出来 那就是自己相应的成绩 跟自己的付出 是成正比的 如果觉得 我付出的多收获少 那么是自己啊 把自己的努力 过大的去评估了 很多时候 我们会过高评估自己 我付出的很多啊 得到很少啊 实际上 有比我们付出更多的人 也有人说 有人付出比我少 却得到更多 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你看他付出的时候 少 你睡觉的时候 人家也在付出 你没看到 可能是过去生中付出的 你怎么知道呢 从英国的角度讲 一定是相应的 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 好 这是同学们问的问题 好 这里还有一位啊 请问法师 我母亲买来香 包装纸上 上面印着观音佛像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就剪下来 烧到香炉 我这罪过很大 但我忏悔 我从此不烧了 家里还有 不知如何处理 请法师开示 听别人讲 佛子也不可以烧 平常碰到有 怎么处理 这些麻烦大了 怎么麻烦大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有这样的说法 凡是有佛子的纸 都不可以烧 但是它自己会毁掉 是不是 纸也会消失 自动消失 或许没有过失 但是自动消失 怎么消失的 风化掉的 或者是垃圾污染掉的 埋在地里面烂掉的 那大地有没有坠过 风有没有坠过 火烧了火有没有坠过 都有呢 这账怎么算 这些问题大了 因为有佛 大家都在犯过失 理解不要极端 一般情况下 我们处于尊重 妥善处理就好 不要以破坏的心 去烧 不要以破坏的心 去随意招他 那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心里面感觉实在很为难 你就把这些收集了 谁说不能烧 你就寄给他 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怕犯过失 拜托你收藏一下 这比较合理啊 那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做呢 你自己家里有地方 就一直藏着 这也可以 那还没有没有别的做法呢 前面说过的几种做法都可以 把它包装好 沉到水底 埋在地下 这就是刚才说的 骗天自己 也不见为尽 古人是这么做的 用意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不要纯心去糟蹋 真正用意在这里 这个我们要理解 所以对这些做法呢 我们不要极端去理解 极端理解 那就很为难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要合理去看待 少的 你就这样做了 听说有些道场 专门有大房子 来收集这些不准烧的东西 你就拿去送给他 收藏在里面 至于他们怎么处理 跟你无关了 反正移交了 告一段落了 你就不要去想了 这些地方要合理看待 平常 譬如我举个例子 报纸上这些都有 刚开始的时候 也有人在提倡 这些报纸有佛的 不能随便丢啊 可以啊 你收集啊 满世界都是 你收集来做什么 其实啊 最合理的做法 报纸回收 纸张可以回收啊 回收了之后 再重新 作为纸张 去印刷新的东西 我们要用 环保的眼光去看待 用恭敬的心 去处理 就可以了 至于方法呢 尽可能避免 让自己心不安 就行了 这些都是 一些方便做法 希望不要太为难 家里如何处理 家里面收集来 自己家里能收藏 就收着 不能收 就送到愿意收的地方 都不能呢 就刚才说的 怕有罪过 出门找个地方 埋在 比较偏僻的地方 或者沉到水底 这样就好了 这是 比较安心的做法 可以做个参考 好 问题呢 我们就 先说到这里 时间 也差不多了 留一点时间 跟大家说说 三归一 归一呢 是回头 一是依靠 三 就是佛法生 三宝 归一三宝 不是归一 一个师父啊 这要说清楚 是归一三宝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佛是觉悟 法是正知正见 身 是 依佛 学法的 出家修行人 这样理解 好懂 好懂一点 称之为宝 这个宝 就是讲的 心性 能够 从种种 万法中 回过头来 认识自信 这就叫 这就叫 归一 回归 自信 依靠 自信 觉 觉而不靡 依靠自信 正 正而不邪 依靠自信 静 静而不然 佛法 生 就是 觉 正 静 看到外面的佛像 就想到 佛是觉悟 提醒自己要觉悟 看到经本 经本是法 法 教我们 要 不生烦恼 法叫离遇尊啊 离遇是什么意思 离开烦恼 是这个意思 离开烦恼 就叫 正知正见 什么是生呢 清净不然 过清净的生活 看到出家修行人 就想到 我要身心清净 这是归一的大致内涵 要细说 一切佛法 皆是归一 都是引导我们 回归自信 以自信 三宝 而奇妙用 所以 佛法 是从 三规一 学习 学佛 就是从 三规一开始 那么难得 发心 来受 三规一 单单 发心 受三规一 参加 这个仪式 成为三宝 地址 功德 无量 无边 不可思议 从这一天开始 就标志着 我们成佛 进入 道计时 成序了 就是成佛 有份 准备做佛了 可能有朋友说 我还没准备做佛的 你不用着急 已经跟你算进去了 冥冥之中的功德 利益 皈依之后 有三十六位护法神 昼夜守护 这护法神 就是看在三宝的份杂 这个众神 皈依三宝了 是三宝地址 蒙三宝射寿 将来肯定成佛的 我们得保护他 所以有护法神守护 皈依之后 要做什么事情呢 现在做什么 还继续 做好本分的事情 那有什么要求呢 要求就一个 照顾好自己的心 别让他迷 这也算要求嘛 这就是最大的要求了 照顾好自己的心 别让他迷 别让他烦恼 从这里开始学习佛法 你说要不要吃素呢 想吃 当然鼓励 这有没有强制要求啊 没有强制要求 不过善园居素食 确实很好吃 建议每个星期 来吃一餐至少 素食可以养成习惯 我们的生活习惯 就是这样慢慢的 就改变了 刚开始学佛 很多朋友说 不习惯了 吃素 吃不来呀 那就一个星期吃一餐 星期一 还是星期天 你可以自己定的 但这一餐素 就当是功课了 一个星期吃一餐 不会为难吧 慢慢的养成习惯 有个三年五载 每天吃一餐 也习惯了 不知不觉呢 哦 原来吃素这么好 好在哪里呀 你看吃素 健康 吃素的人越来越年轻 真是这样 同时吃素的人呢 心安 真的心安 不跟众生结恶缘 吃素就是大放生 你不用担心 营养会不均衡啊 吃素没营养 这个说法早就过时了 你不信看看 这些吃素的朋友 出家师傅 在家居室 肥肥胖胖的 大有人在 身材苗条的 也不乏 在我们的素食朋友圈中看到啊 所以素食营养健康 已经被国际认可 现在素食 已经是国际主流的 绿色食品 所以鼓励吃素 但是不勉强 刚刚开始学佛 不要为难 先慢慢体验 你要做什么功课呢 功课就是养成善良的习惯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什么都好 关键是心要好 心好 生活就会好 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是皈依三宝之后 要做的事情 所以皈依就太好了 一切都好起来 这是皈依三宝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也有受五戒的同修 五戒呢 大家熟悉 戒条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写隐 不妄语 不饮酒 这五个行为啊 实际上呢 也不难 它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习惯 杀到隐忘 应该说呢 是多数人都认可的 健康的一种生活准则 我有饮酒 很多朋友会说 这个饮酒还有点为难 做不到 所以也不勉强 五戒是自己选择 可以一次受完 也可以一次受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都可以 但习惯上 传五戒的时候 是一次传手 这个戒是保护自己 它并非是限制 用来保护我们的生活 不受这些恶行为的干扰 它是好事情 所以在理解的时候 要从积极的一面去看待 成就呢 则是个人自己的发心 愿每一个人遇到佛法都能有所觉悟 都能够化解生活中的烦恼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谢谢大家 阿密同学 谢谢大家